只要在房间里待满一小时 就能拿走500万奖金 看似简单的挑战 却无一人成功 这个挑战堪称世界上最难的 因为这个房间是微软赤资 1000万打造的极度安静房间 被吉尼斯世界记录认证为 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 房间里的声音达到-20分贝 普通人连一分钟都待不下去 房间外围由6层混凝土和钢筋结构建成 厚度足以隔绝外界一切声音 室内都是用高级吸声材料 并且采用阶梯结构形成吸声体 能吸收房间里发出的任何声音 曾经有学者在里面吹了个气球 结果扎破气球的声音 比你放屁的声音还要小 据说待在房间里面 连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 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2019年曾有记者来挑战这个消音室 据他后来的描述 当大门关上后 周围一片黑暗 房间里没有一丁点声音 自己仿佛瞬间失去了听觉和视觉 那种压迫感好像把灵魂都逼了出来 仅仅坚持了8分钟 他就快要面临崩溃 逃命似的跑出房间 出来后也是经过了两小时的缓解 才重新开始适应外景 官方曾发起挑战 只要在房间里待满一小时 就可以拿走五百万 曾经有一千多人前来挑战 但最终还是没有人成功 挑战时间最长的记录是58分57秒 你可能会觉得太可惜 就差那么一丢丢了 但即使是这样 挑战者也差点精神失常 他表示在房间里 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感 把你压得喘不过气来 面对如此巨大的奖金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给你一部手机 里面有免费的WiFi 你又能在里面待上多久呢 关注猫君 我们下期再见